学校的课程内容 我觉得对青年有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了多年的探索 特区政府至2018年起 把中国历史设立为初中必修课目 而2021年又将通识教育课 改名成为公民与社会发展课 这样是更精准地设定的课程 帮助香港青年正确了解国家历史上的苦难 辉煌和奋斗 加强青年的历史观和国家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